国庆节全家出去旅游 奶奶非要带上家里的剩饭 她自己不吃 却在路上用跳车逼着我的事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带出来的 你要是敢浪费就给我收尸 怕出意外我只能无奈吃下 没过多久就突发急性肠胃炎 疼痛难忍的我想靠边停车就医 却被奶奶一把抓住方向盘 指责我是装病想浪费钱 争执中车子失控发生意外 一家五口全部惨死车中 再次睁眼 身旁的奶奶正把剩饭递到我的嘴边 高速路上 我有些恍惚地握着手中的方向盘 身旁的奶奶从她的帆布包里 掏出一个已经发印变色的包子 递到了我的嘴边 把这个吃了 我看着眼前再熟悉不过的包子 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重生了 前世我看到包子已经变质 所以委婉拒绝 可奶奶却情绪激动地以死向逼 无奈之下 我只能接过那个散发着臭味的包子吃了下去 没过多久就突发了急性肠胃炎 肚子随即传来一阵阵难以忍受的剧痛 疼得我浑身上下都冒出了冷汗 眼看着已经快握不住方向盘 我决定先紧急靠边停车 再拨打120去医院 可奶奶听我说要停车 一把抓住了方向盘 她瞪着一双眼睛 披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 什么急性肠胃炎 不就是吃了个过夜的包子 我吃了几十年了 不也好好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装病想浪费钱 不许停车 要死你也给我死在路上 说完她不管车身已经剧烈摇晃 继续争抢着方向盘 眼看着车子就要失控 我流着眼泪苦苦哀求她放手 这可是在高速路上 如果真出了什么例外 那可是要死人的 可奶奶却堵定了 我在吓唬她 一个用力 直接把方向盘拽地转了半圈 车子一个急转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接着被一辆来不及躲避的大货车 碾成碎片 一家五口全部残死在车上 却没想到再次睁眼 我竟然回到了 吃下那个致命包子之前 现在身旁的奶奶 正说这前世相同的话 你愣着干什么 快拿着吃啊 她很是不满我的态度 说着就把包子扣到了仪表盘上 然后起身 趴到打开的车窗上 做出一副要跳车的样子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 从家里带出来的 你要是敢浪费不吃 我就跳车死给你看 后座的我爸见奶奶正激动 立马出声斥责 不就一个包子吗 你吃了又能怎么样 奶奶还不是怕你饿着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用余光贴力眼 横在车窗前的奶奶 她正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挑眉看着我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用死来 逼迫家里人 吃剩菜剩饭 不是要跳楼 就是要喝药 只是以前 我不怎么回家 那个被逼迫的人通常是我妈 我妈见中奶奶 每次都会选择妥协 原本渐渐康康凌个人 就这样平白得了严重的胃病 前世的我想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忍着恶心 吃下了那个包子 可没想到 即使这样 却还是酿成了惨祸 重来一世 我看着眼前蛮不讲理的奶奶 她既然喜欢这些 变质发臭的东西 那我就让她吃个狗 疼得死去活来的感觉 也该她尝一尝了 见我并没有按照她的心理预期 乖乖接下包子 奶奶不乐意了 她嘴巴一张 声音格外响亮 你个小兔崽子 有没有良心 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 我可真要跳了 奶奶说着 直接把半张身子都踏了出去 一副真要跳下去的样子 可我知道 她比谁都要稀密 明明身体比我妈还要健康 却花光退休金 买了无数保健品 生怕自己生了什么小病 现在又怎么可能会拿自己性命冒险 不过是威胁人的手段罢了 可我爸却见不得奶奶这份量 还一脚踹在了我的座椅靠背上 嘴里骂骂咧咧 还不赶紧吃了 真想让你奶奶死了 会气的东西 这一番话只让我觉得好笑 真要这么孝顺 干嘛不自己拿过来吃 只会对着我作威作福 真是一对超熊母子 眼看着就快要到最近的服务区 为了安全着想 我没有当场发作 而是暗暗握紧了手中的方向盘 压下了心中的怒意 然后故作乖巧的对奶奶说 奶奶 我真的不饿 况且我现在在开车 不方便吃呢 我抬起头 从后视镜里 看向一直在打游戏的弟弟 不如我给弟弟吃吧 奶奶一听 立马出声反驳 他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吃剩饭 呵呵 吃个剩饭还搞性别起事 我冷笑着继续追问 那奶奶你不是大男人 为什么不吃 奶奶被问得愣了一下 随后一脸恼怒的大声嚷嚷 我不饿 你这个死丫头 让你吃就吃 哪来这么多废话 爸爸跟着附和 就是 你这个死丫头 顶什么嘴 我妈一脸愁容 连忙出生当和世佬 别吵了 我饿了 我吃吧 但奶奶却不依不饶地指着我说 不行 我就要她吃 说完她 更是直接捏起包子 企图塞到我的嘴里 就在这时 一直忙着打游戏 没吭声的弟弟爆发了 吵死了 还让不让人安生了 他一开口 车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但弟弟仍不解气 指着奶奶的鼻子 就怒骂道 出门的时候就劝你别带了 你非要带出来干什么 是咱家买不起吃的了吗 奶奶被弟弟这番话 对着哑口无言 他善善地陪着笑 小心翼翼地解释 这不是怕浪费了吗 弟弟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一个包子值多少钱 浪费就浪费了 非要拿出来 烦人是吧 对呀 家里其实并不缺这口剩饭 临行前 我更是特意买了 好几大包的吃的 放在了货备箱里 但奶奶偏要这样 拿着不想浪费的名字 控制压迫着家里人 好彰显自己的主导权 眼看着奶奶像训孙准一样 对我弟训 我爸看不下去了 他横了一眼我弟 出声怒斥 你怎么跟奶奶说话的 哪知道我弟还没说话 奶奶就先替我弟打抱不平 去去 你别凶我大乖孙 弟弟并没有领奶奶的请 冷哼一声 就继续打起了游戏 而我看着近在眼前的服务区 狠狠地长舒了一口气 见我突然把车子开进了服务区 奶奶瞬间变了脸 他扯着我的衣服 高声质问 你来这段什么 车子挺稳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一把甩开他的手 熄火下了车 我一边走过去 替他打开车门 一边随口扯了个借口 车子有点问题 先下来吃点东西 说完还不等奶奶反应过来 就迅速替他解开安全带 把他拉下了车 等到后座的爸妈 还有弟弟一起下了车之后 我立马锁上了车门 这一次没了后顾之忧 我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心 看着眼前还有些发猛的奶奶 我扬起了唇角 笑着问他 奶奶 你不饿吗 奶奶还以为我要带他去餐厅吃饭 他揉了揉肚子 有些傲慢地说说 阿妈是有点饿 就是不知道服务区的饭好不好吃 还想在服务区吃饭呢 我拽过他的帆布包 在里面一通翻找 不仅翻到了花卷包子和大饼 甚至还有前几天吃剩的半只烤鸭 无一例外 都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他这是把整个冰箱的变质食品 都搬过来了 看来奶奶是把我们当成了垃圾桶 一路上把这些垃圾清理个干净 奶奶看我翻他的包 很是生气地喊道 死丫头翻来翻去干什么 我眼急手快地拿起一块鸭肉 趁机塞进了他大张的嘴巴里 奶奶你饿了就多吃点 奶奶完全没有预料到我的举动 他瞪大了双眼 干呕着吐出了那块发臭的鸭肉 捂着胸口 剧烈咳嗽了起来 一边咳一边还不忘骂我 你这个死丫头 嗨嗨 想害死我呀 我爸的皱了皱眉 眼里闪过一丝担心 但看到奶奶还能底气十足地骂人之后 犯了烟影的他 独自跑到角落里的垃圾桶旁 抽起了烟 奶奶可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稍一缓和过来 嘴里骂得更加起劲 你这个狠毒的死丫头 你害死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无故地瘫了瘫手 反问他 不是你自己说饿了吗 你把这些吃的贴身带着 我还以为你很喜欢呢 奶奶闻言 顿时佛报三丈 脱口而出就是一句 我饿了你 这拿坏了的东西给我吃 原来他不瞎呀 也知道东西坏了呀 我冷冷一笑 那你之前为什么还要拿给我吃呢 奶奶微微一愣 接着眼珠子一转 开始强词夺理 这烤鸭坏了 包子又没坏 好一个包子没坏 我抬手就把他之前非要我吃的领头 掰了一块塞进了他的嘴里 那您可别饿着 把这包子里吃了吧 奶奶被吐噜起来的包子 噎得半天没缓过来气 我赶紧从他包里又翻出一瓶水 奶奶看也没看 就一把抢了过去 接着引开瓶盖 倒进了嘴里 可他刚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 呸呸呸 什么东西 这么恶心 奶奶的脸因为喝进去的那口水 鼻涕眼泪都呛了出来 而我则轻轻仰了仰手中的杯子 是你三天前亲手打的豆浆啊奶奶 奶奶的脸一下子令了 他咬着牙明马 都三天了 那还能喝吗 我故作吃惊地反问他 什么 不能喝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从家里带出来 奶奶被我这番话问得说不出来话来 他颤抖着伸出手 你你你 他指了我半天 显然被气得不轻 而我则学着爸爸刚才的口吻 笑着对他说 孙女也是看你饿着呀奶奶 奶奶脸色一僵 明显看出了我在戏耍他 你这个该死的死丫头 一点良心都没有 他说着 怒气冲冲地朝我扬起了巴掌 妈妈见状 赶紧跑来劝架 他一把拉住奶奶的胳膊 好生好气地劝他 小心不同事 您跟着孩子计较什么 奶奶一把推开了妈妈 没好气地骂道 什么我计较 我一把年纪了 还被他当猴耍 还不是你教出来的 这么没良心的孩子 张嘴闭嘴没良心 看着眼前的奶奶 我心里止不住的冷笑 这次小长假 我原本只打算 带妈妈出来旅游散散心 可妈妈说两个人不热闹 非要带上爸爸 还有弟弟一起 奶奶见这情形不干了 说什么也要说 跟着一起出来见见世面 原本两个人的行程 足足多出来三个人 衣食住行 景区门票 全是我一手承包 为了这次难得的假期 能过得和谐一点 我就差给一家人 当牛做马了 可即使这样的委屈求全 换来的也只不过是 一句没良心 甚至还白白断送了小命 既然说我没良心 那我就让他睁大眼睛 好好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没有良心 我爸抽完几支烟 回来就看到 我跟奶奶一脸的不对付 他立马皱着 眉不耐烦地问 又咋了 奶奶见到我爸 满腹委屈地向他告起了状 我爸听完 也不顾周围 来来往往的行人 直接抽出了腰上的皮带 一脸愤怒的 就要给我个教训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敢对奶奶不尊敬 看我今天不教训下里 我爸的声音不小 路过的人纷纷停下 就脚步看了过来 更有些热心肠的人 过来劝我爸 不要太冲动 可是来劝的人越多 我爸就越是神气 要不说 爸爸跟奶奶是亲母子呢 就像奶奶 其实并不是在意 那些剩饭会被浪费 只是单纯是想折磨别人 来让自己舒心 爸爸其实也并不是在意 奶奶受了什么欺负 就是想在这人多的地方 惩一下呢 让别人见识一下 他有多么的了不起 毕竟他这辈子 当过最大的官就是父亲 眼看着全场的目光 聚焦在自己身上 我爸脸上 虽然是一副震动的一样 可眼里却很是得意 终于出够了风头 我爸半退半就的 收回了自己的皮带 嘴里说着 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再这样看我不抽死你 奶奶则很是不满 他扯了扯我爸的袖子 问他 就这样算了 奶奶虽然想不明白 但我心里却很清楚 我爸哪敢真的对我动手 这一路上的花销 全是我在出 开的车子是我的不说 全家人还只有我有驾照 没了我 他们简直寸步难行 更别谈旅游 刚才一副药武扬威的明亮 不过是在装装样子罢了 果然 我爸摆了摆手 让奶奶不要跟我太计较 奶奶哪里肯甘心 他掐了腰 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一秒 就表情痛苦地捂着肚子 蹲到了地上 看来 那些臭东西见笑了 哎哟 我这肚子好痛啊 奶奶捂着肚子 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呲牙咧嘴地哀嚎着 我妈赶紧蹲下去 赶紧查看奶奶的情况 我爸朝着我摆了摆手 不慌不忙地使唤我 小心啊 快开车送你奶奶去医院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下车的时候我就说了 车子坏了 我爸自然是不信的 他瞪大了一双眼问我 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说坏就坏 我面不改色地反问他 要是没坏 好端端的 我没事 开到服务区干嘛 我爸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他看了一眼 蹲在地上哀嚎的奶奶 豁出就是一句无脑的 那咋办 我妈担忧地看着奶奶 犹犹豫豫地提议 要不打120吧 我妈倒是会以德抱怨 我在心里怒气不争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苦着一张脸告诉爸妈 听说救护车挺贵的 而且最近的医院 离这个服务区也不近吧 应该要花不少钱 这次旅游出来 我订酒店买门票 就花了不少钱 可没钱再拿了 我爸是个无业游民 整天游手好闲爱打牌 身上哪里有什么钱 见我没有要替奶奶叫救护车的意思 我爸思考了几秒 然后低下头来劝奶奶 要不你再忍忍 奶奶肚子本就疼得厉害 听见我爸竟然还要让他忍忍 顿时火冒三丈 你个不孝顺的 再忍我就要疼死了 我爸被奶奶这么当头一骂 仅存的那点孝心 也被冲散了一干二净 他站起了身子 小生埋怨 不就是吃坏肚子吗 有这么严重吗 我连忙出生附和 对呀奶奶 这剩饭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都没问题呀 我弟百忙之中 抽空偏离眼奶奶 跟着吐槽 刷视频刷的 把身体都给熬坏了 眼看着最亲的儿子和宝贝孙子 都不帮自己 奶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妈身上 她握住我妈的手 哀求她替自己叫个救护车 我妈则把询问的目光看向了我 我冷了一张脸 眼中满视警告 这些年来 我早就受够了这个假 唯一的牵挂就是我妈 而我妈自从嫁不来后之后 就一直被奶奶淋瘾 被我爸磕待 我几次劝她离婚 可她却怎么都不肯 她说B家人怎么会没有摩擦 忍忍就过去了 可一味的忍让 换来的只有得寸进尺 就像前世 奶奶最后还不是发点把全家人害死 这一次 如果我妈再那么以德抱怨 那么 我以后也不会再去管她 我妈最终还是没有再继续生命下去 她一脸为难的想了半天 最终找了个别搅的借口 说自己不会叫120 奶奶听出了 我妈是在推脱 她恨恨的瞪了一下我妈 却拿她没有办法 毕竟现在的她 已经痛得满脸扭曲 哪里还有功夫 在向我妈发难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奶奶直疼的大口喘着粗气 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 她紧闭双眼 眼角渗出了泪水 嘴里虚弱的身影着 啊啊 坏舅舅妈呀 我快不行了 我爸看似满脸担忧 可嘴里来来去去 只有一句 妈 你再忍忍就好了 养儿防老 无用在这一刻 得到了具象化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心里说不出的好笑 前世我在车上疼得死去活来 她说我是在对她不满 故意装病 说那些东西好好的 怎么可能吃坏了人 到了她自己这里 就说自己快不行了 眼以律人 宽以待己 真是可笑 眼看着奶奶 痛得快要昏死过去 远处忽然想起了救护车的鸣笛声 原来是有不明真相的好心路人 替奶奶拨打了报警电话 那个热心路人 以为我们全家是在虐待了 在奶奶被抬上救护车后 甚至还跟着一起上了车 说要看到奶奶到了医院 她才放心 她有这份好心 我当然选择成全 我爸作为奶奶亲儿子 但也要一起前往医院 我妈原本还想跟着一起去 但却被我拦了下来 有远离麻烦的机会 何必还要自寻烦恼 奶奶和我爸消失在眼前 我的心情好上了不少 哼的哥就招负我妈和弟弟上了车 接着重新回到了 前往青山市的高速上 我妈坠坠不安地问我 你车子不是坏了吗 弟弟抬起头 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看不出来 我姐是不想带着奶奶一起吗 我有些无奈地探了一口气 八岁的弟弟都比我妈看得明白 思索片刻之后 我再次开了口 妈 你离婚吧 我妈缩了缩脖子 善笑着问我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了 我从后视镜里注视着我妈 声音冰冷而又平静 你再不离婚 迟早会被奶奶害死 从前是奶奶那癫狂 抢方向盘的举动 就看得出来 她不仅又蠢又坏 还极度的无知且自我 就算这次避开了高速路上的惨剧 可再继续相处下去 饱不提以后再出现什么意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分开 有的时候 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 明明爸爸和奶奶对她一点也不好 甚至可以说的 尚事十分刻薄 一家人更是要靠她自己上班养着 留在这个家里 可谓是没有任何好处 可她偏就是一边向我抱怨着日子过得糟心 一边不舍得离婚 想到这 我简直气不打一出来 我对着后座的妈妈下的最后通别 你就算不离婚 我以后也不会回那个家了 选他们选我 你自己考虑得清楚 还没等我妈想出个所以然来 我的手机就想了起来 你用猜也知道 打来电话的人是爸爸 估计是人到了医院 却没有钱来付医药费 话断几个电话未果之后 我索性把他的号码 拖进了黑名单 而妈妈也在我的勒令之下 关掉了手机 弟弟更不用说 为了打游戏 早就开了免打扰模式 我子三人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宁建 到了青山市之后 我彻底把我爸和奶奶 抛在了脑后 休息了一上午之后 就开始了国庆之旅 我子三人开开心心的 在青山市玩了一整天 没有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我竟然接到了一通警察 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我爸跟那个拨打 急救电话的好些人 闹了起来 两个人在医院吵得不可开交 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秩序 我们赶到时 就看到我爸死死 攥着人家小姑娘的手 语气恶狠狠的警告 你不能走 这救护车是你叫的 你必须付了钱才能走 小姑娘无语到了极点 她不可置信的看着我爸 语气极其费解 这可是你亲妈 你让我一个路人来付钱 我爸理直气壮的挺了挺胸腾 语气十分硬气 是我亲妈又咋了 谁让你手剑打急救电话了 这蛮不讲理的言论 不仅一声听了直摇头 就连医院里的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这可是急性肠胃炎 再拖一会脱水休克了 有生命威胁知不知道 你不谢谢人家小姑娘 竟然还恩将仇报 你良心被狗吃了 群众们越说越激动 甚至有几个脾气暴躁的人 已经拘起袖子 摩拳擦掌的准备揍我爸 我爸却还仗着有警察在场 不知死活的继续挑衅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真是狗拿耗子闲的 他话音刚落 脸上就挨了接接事实的一群 接着几个人就一开始 嬰儿上的推扫我爸 问他会不会说人话 我爸狼狈地抱着头 躲到了警察后面 警察立马劝阻了 要继续殴打我爸群众 你竟然可以不要脸到这种境界 可这还没完 病房里的奶奶听到动静 拔了身上的管子就冲了出来 他一屁股坐倒了在了我爸身边 醒了一把鼻涕 就开始哭天喊地 在这么大的地方打人 警察也不管管啊 还有没有王法呀 还有没有天理呀 警察脸色一黑 声音严肃地警告奶奶 不要乱讲 可奶奶以老卖老 完全不吃他这一套 仰起头又是一阵 让人猛拍大腿的哭嚎 不得了啊 警察打人了呀 这下在场的人全都被气笑了 人家警察同志明明连碰 都没有碰到奶奶一下 却被他造谣说是打 耍无赖竟然耍到了警察的头上 真是胆大包天 有人看他一把年纪 好心提醒他 你这是诽谤警察 要被抓起来的 可别乱讲了 可却被奶奶狠狠瞪了一眼 指着鼻子骂道 呸 老娘哪里诽谤了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下好了 警察再也没有惯着奶奶 直接冷的脸 把他跟我爸戴上银手铐 奶奶这才意识到大事古妙 他赶紧收起 刚才那副无赖的样子 黑的笑 警察团志 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 你可别当真啊 警察冷哼一声 谁跟你开玩笑 说完也不顾奶奶的哭海求饶 直接把他跟我爸 拉了拉着走出音乐 然后在一堆围观群众的注视下 压上了警车 接着医院大门口 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 还真是一出大快人心的好戏 但我知道 这场闹剧远远没有结束 当我再次在派出所 见到奶奶时 她已经完全没有了 之前的嚣张奇艳 奶奶蜷缩着身子 坐在大梯里面子上 满脸虚拟的盯着门外的人 见到我 她的眼睛 皮下着要了起来 小心啊 你可算来了 奶奶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脸上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 红着一双眼眶向我走来 她迈着虚晃的步子 小心翼翼的拍上我的胳膊 语气有些讨好的说 小心啊 之前是奶奶不对 你快去看看你爸爸 不知道是不是 与之前的样子固于反差 此时的奶奶 竟然显得有那么点可怜 但被她害死过一次的我 并然也不会去 可怜她一丝一毫 我不动声色的 抽回了自己的胳膊 冷冷一笑 我虽然来了 但是不会给你们俩掏一分钱 原以为奶奶 会像以前那样恼羞成目 对我破口大骂 谁知道她这次 倒是一脸惶恐的摇了摇头 不不不 要是有出钱的地方 奶奶来出 你帮着跟警官 替你爸说说好话 奶奶年纪大 不懂得这些 我心中微微一愣 这还是我从记事起 就认识的奶奶 她的嚣张跋扈 去哪里了 居然变得这么谦卑 刚开始我以为 她不过装装样子 现在看来 倒好像真心知错了一样 经过和负责这起事件的 李警官一番交涉 看在奶奶是爱子心切 又是一把年纪 诽谤的是 可以不跟她计较 但我爸在医院里 无理取闹 行为十分恶劣 还造成影响 即使后面交完了罚款 还赔偿了那个女孩 一些精神损失费 但仍旧要拒留个几天 于是 奶奶便一个人 被我带出了派出所 只是 还没出派出所的大门 走在我身后的奶奶 就扑通一声 给我跪了下来 她不顾路人一样的目光 一把鼻涕一把累的 跟我道歉 小心啊 以前是奶奶不对 现在奶奶知道错了 你能原谅奶奶吗 奶奶看着 态度十分诚恳 可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假象 真想道歉 何必选在这种地方 用这么离谱的方式 毕竟长辈给碗被下跪 在大多数人眼里 都是要遭天打零劈的大不尽 不过就是想在人多的地方 倒得绑架吧 果然 还没等我开口 大厅里的李警官 就赶紧跑来查看情况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 就是一通指责 小姑娘 你怎么能让自己奶奶 给你跪下呢 接着就伸手去扶 跪在地上的奶奶 目的达到 奶奶应用出一个得逞的笑 她一把推开 想要扶起自己的李警官 一副自责忏悔的模样 不行啊 我对不起我孙女 她不原谅我对不起来 李警官有点着急 又有点不解 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啊 这么严重 不等奶奶开口 我膝盖一弯 同样跪倒在了奶奶的面前 奶奶 我原谅你了 虽然你要把我卖给 隔壁村的二傻子当媳妇 但是我原谅你了 毕竟你是长辈 说什么都对 李警官的身子明显一僵 不就是演戏吗 谁不会呢 不是 我 奶奶张口就想反驳 我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立马将奶奶的话 堵在了嘴里 奶奶 您刚从医院出来 可别这么折腾自己 医院两个字点醒了李警官 她似乎终于回想起了 奶奶当时满不讲理的模样 她满脸黑线的 松开了奶奶的手 声音严肃地警告 现在婚姻自由 买卖人口是犯法的 懂不懂 接着又转头对我交代 你们有什么事好好解决 动不动下跪 算个什么事 接着就回去忙自己的事了 看着李警官的背影 奶奶无力地伸出手 我没有 我 而我则冷冷地站起了身 你想跪就慢慢跪在这吧 说完我站起身 准备开车离开 被拆穿的奶奶 跟在我的身后 怎么可能说变就变 既然喜欢演戏 我就好好陪她演一演 从青山市回到家的一路上 奶奶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仅脾气好了不少 对我妈更是从未有过的尊重 大大小小的事 都替我们的安排 再没有一句怨言 而且还时不时地争地抢着 做些端茶倒数的事 俨然一副保姆做派 我妈还真认为 奶奶是赚了些 她一脸欣慰地感叹 苦日子真是熬出头了 要是你爸也在就好了 看着我妈这种样子 我就知道她和我爸离婚的事 恐怕又要泡汤 果然 在我爸从居留所出来的那天 他比谁都高兴 一大早就催着我 开车去接我爸 而我爸惊死一遭 整个人像是被磨平了灵脚 不知道奶奶跟她说了什么 我爸对我们全家 都和颜月色了不少 我妈见她这副模样 整个人说不出的开心 酒店里 她拉着我的手 一边将一杯热牛奶 递到了我的手上 一边喜笑颜开的感叹 你爸这回也变好了 这次旅游出来的太值得了 我妈撒着温热的玻璃杯 心里止不住的冷笑 医院的医疗费 加进派出所的一些钱 在一起已经上了五位数 奶奶和爸爸 真的冷咽下这口气 我看倒不见得 不过我妈竟然这么觉得 我也懒得去扫她的心 只笑着符合 走出房门之前 我妈看了眼我手中的杯子 这牛奶 可是你奶奶特意给你热的 记得喝 一个小时后 奶奶就敲响了房间的门 进来房间之后 她的视线一顿搜寻 在看到一只 空空如也的玻璃杯时 她先是一喜 接着眼里闪过一丝一副 她坐在我的床边 试探地问我 小心啊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我半躺在床上 揉了揉额头 是有一点 感觉人昏昏的 可能是太困了 奶奶一听 立马面露喜色 她惊吓一声 装出一副关心模样劝我 困了就快去睡吧 我点了点头 又指了只床头上 放着的一杯奶茶 就是这杯奶茶刚送过来 醒了就没法喝了 扔掉怪可惜的 要不我先喝了这个再睡 但是又听说奶茶喝了 她就仰头 一口气将奶茶喝了给一丹二剑 谁料下一秒 奶奶忽然身子一歪 倒在了地上 酒店房门外 站着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一个是我爸 一个则是长相有些猙獰的中间男人 她一边把耳朵贴在门上 一边问我爸 怎么要那么久 按理说不应该呀 那个要叫一滴倒 她应该早就昏睡过去了呀 我爸挠了挠头 同样的不解 不知道啊 我妈半天没传消息了 会不会是已经好了 要不你进去看看 刀疤男用力地敲了敲门 箭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有些迟疑地问我爸 干这种事会不会不太好啊 你闺女不得报警吧 报什么警 他爸挺直的腰板分析 你给他生米煮成熟饭 他在闹丢的也是他自己的脸 肯定老老实实的 况且我是他亲爸 给了他命的人 他为这个家付出一下 不是应该的吗 大概是觉得我爸说的很有道理 刀疤男输入了密码走了进去 关门之前 更是关上了房间里的灯 我爸则是跑到一边的楼梯间 抽起了烟 站在暗处的我 唇角勾出一个冷笑 拿起手机 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 你们可以进来了 很快 几个记者跑到了房门前 其中一个记者 气喘吁吁地问我 当事人在哪里 选择在晚上接受采访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他的话音刚落 房门里就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微眼几手快地输入了密码 一脚踹开了房门 打开了房间里的灯 映入眼帘的 是一副令人瞠目结舌的荒唐画面 只见刀疤男光着膀子 他目瞪口呆地坐在地上 而奶奶 则是衣衫凌乱地半躺在床上 表情既愤怒又羞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记者们瞬间嗅到了 劲爆大瓜的味道 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相机 一顿拍摄 更有甚者向奶奶递出了话腿 犀利发问 请问您就是前几天 大闹医院的当事人之一吗 对于网上说 您恩将仇报狼心狗肺的评价 做何感受 这位坐在地上的先生 是您的丈夫吗 看着年龄差距有点大呢 坐在地上的刀疤男 这时才反应了过来 居然被人怀疑是奶奶的丈夫 恼羞成怒的他 挤开人群跑了出去 记者们则继续围攻着奶奶 奶奶被一番发问得手足无措 一张脸越张越红 可那些记者仍旧没有放过他 问的问题越来越犀利刻薄 奶奶最终双眼一番晕了过去 医院里 醒来的奶奶被确诊中风 她嘴歪眼斜地流着口水 嘴里嘟嘟囔当当的一些 没人能听懂的话 倒是看向我的一双眼睛里 恨意十分清晰 我坐在奶奶的病床前 心情愉悦地笑了笑 那杯牛奶 你让妈妈拿给我喝 怎么 是怕我不喝吗 清明但是挺聪明的 只是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你 钱是那种粉身碎骨的同感 太过真实 重生后的每个日夜 我几乎都做着噩梦 每次醒来 后背都被冷汗浸湿 仅仅是肠胃炎住个院 那就太便宜她了 我要让她比我前世更加痛苦 我拿出手机 把当天的新闻放给她看 毫无疑问 她就是新闻的主角 当然了 还有我爸 白眼狼母子恩将仇报 当今社会 谁还敢做好事 后续 该名老太不仅品德败坏私生活 也不检点 她和我爸 已经火遍了整个青山事不说 就连在地新闻也纷纷报道 这种丢脸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家族群里 七大姑八大姨 在群里一顿输出 骂得极为恶毒难听 说奶奶败坏了门庭 以前的我只觉得 这些话过于迂腐 现在的我却感觉 说不出的悦儿 我把那些语音 逐条放给了奶奶听 奶奶顿时 情绪变得激动 她抬起手 一副要打我的模样 可胳膊却抖得不成样子 连碰到我的困难 她气急大坏地对我骂道 你也没良心 这动静 惹得同病房的病人跟家属 纷纷侧目 很快 他们就认出了奶奶 然后不悦而同地 对奶奶指指点点了起来 嘖嘖 这就是那个老太婆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果然是白眼狼啊 人家好心照顾她 还在这骂的梅娃 离她远一点 等一下别被赖上了 那些刺耳的嘲讽 一声声飘到奶奶的耳朵里 她的脸色骤然胀着通风 一咬牙 竟然又抽了过去 就在这时 有人一脚踹开了房门 我爸拎着一把菜刀 出现在了病房 我爸双眼星红 指着我怒吼 都是你搞的鬼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说完 他就举着刀朝我砍来 可惜 刀还没碰到我 他就率先倒在了地上 整个人四仰八叉的一顿抽搐 我晃了晃手里的电机赶猪棒 笑着问他 特意为你准备的 怎么样喜欢吗 我爸吐了口吐沫 纵使手机发暖的 已经站不起来 仍旧不忘骂道 我怎么会有你这个很毒的女儿 到底是谁很毒呢 我只是想活着而已 在他心里 我是他的女儿吗 不听话 就用尽手段驯服 连把自己亲生女儿下药 送给昏昏换钱的事都做得出来 真是畜生都不如 他以为和奶奶的立谋 我没有听到 却不知道我无时无刻 都在防备着他们 我爸浑身发抖的爬了起来 大口喘着粗气 算你狠 我笑着摇摇摇头 告诉他 不 这不是最狠 我爸的眼神中 顿时一片恐惧 很快他就知道了 我说的不过很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丑陋的混混男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被那条新闻府的名声的人 不止奶奶一个 你竟然敢耍老子 刀疤男 你把勒住我爸的脖子 把他给拖了出去 脑子的人都被你丢进了 刀疤男一棒球棍 狠狠地打在了我爸的背上 他瞬间就吐血倒在了地上 可刀疤男依旧不解恨地 一棍棍地打在了我爸的身上 一边打 一边疯了似地嘶吼着 让你耍老子 所有人都被这血腥暴力的荧幕 吓傻了 直到警笛声响起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而我爸早已经被打得不省人事 看着被警察抓走的刀疤男 还有躺在推车上急救的我爸 我在心中长叹一声 闹剧终于结束了 走出医院大门 恰好阳光明媚 假期就要结束 我想是时候回去了 打开车门时 手机忽然响起 电话那头是语气着急的我妈 小心啊 你爸被打成了重伤 急需医药费 你能不能转点钱过来 追求你爸 他快没命了 我轻叹一声 语气出奇的平静 我从高中开始 就勤工俭学 从大学开始 就要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我妈顿了一下 有些哽咽的说 怎么忽然说这个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不容易 你爸是有点重男轻女 我打断了他的话 你也不容易 所以我总想着 毕业之后 接你脱离苦海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爸 会有我房间的密码 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那边那边沉默了好几秒 接着就想起了 我妈格外着急的声音 你听我解释 是你爸他说 没等我妈说完 电话就对我挂断 或许他是有什么苦衷吧 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人格有命 我选择尊重 只是从此这个家与我再无关系 反途一路无阻 以后的人生也将会是一样